Meu Deus! Oh my God!! 我們快要來到Cougar National Park 進去之前要經過一個門 我們現在在最北直接的門 trong Nadic Prefori Gate 它本身有九個 然後我們要拿一個 這個什麼呢? 拿一個PASS 我們才可以進去 然後這個National Park 全部都是被那些Fence圍住 它差不多是2萬元Hector 都挺誇張 謝謝 大家要注意這個PASS 每天都要有它 好 好 現在我們正在在Kriber Park 在Kriber Park 從這裡可以看到 猴子、蝸、蝸、什麼樣子 Hello 我們終於到了這個Outpost Lodge 經過了6個半小時 其實是7個小時 但中間包我們下車了 對 是 哇 是 Hello Hello 好 好 謝謝 謝謝 歡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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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乾杯 這個就是我們在Outpost Lodge 吃的第一餐 Daniel點的那個是一個 是Beef Carpicio 的Plate 是一個冷盆來的 那我這個就是一個 英式早餐 還有一個很美的Hash Brown 第一要加這個芫荽 Fancy 一點 好吃 哇 So beautiful 是 兩位 是 真的 藍 很美 哇 天啊 天啊 人家怎麼沒發現這間 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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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大家看看這個很誇張的森林圓景 我們床是對著這個景 晚上就可以把臉拉下來 它會有一個電動的卷臉 這裡還有兩張梳化 可以讓你坐在這裡旁邊 就是這樣 然後你可以看著這個風景 在冥想 是很舒服的 這裡會有咖啡機 這裡拉開後 就會有很多不同的飲品給你選擇 還有這個 是Nespresso的Capsule 下面這個雪櫃 還有很多不同的飲品 全部都是免費給你喝 因為我們這間房間 距離的攝像是要走1km的遠 所以免得我們經常走來走去 然後它就會放了很多東西在這裡給我們 如果不是 你去reception 會有一個巴桌 你可以喝酒 紅酒、白酒 你也可以想點什麼就點什麼 廁所有浴缸的位置 很有質感的浴缸 然後它後面就有一個雨淋式的 你就可以在這裡 shower 這裡就是Capsule的位置 然後它就會有跟 一些Pen and Body Wash 這個味道是很香的 所以大家來南非也可以買一下這個味道 然後廁所就在這裡 然後它還有這個櫃 你可以整個這樣拉出來 然後你就可以當成一棵牆 就可以隔著這個廁所 還有睡覺的地方 這裡一晚大概是2000港幣左右 它就是什麼都會包 一天就會包兩次的Game Drive Game Drive就是你可以坐車 然後會有個導遊帶你去駕駛 周圍看看有沒有動物 去探索這個地方附近 沒有人知道這個地方 因為它比較偏遠 所以比較難來 我們由Joannesburg來這裡 也要約六個半、七個小時才可以來到 所以我們是唯一一個guest 就是由明天開始 這裡整個Lodge 只有我們兩個人住 然後今天會有15個人查看 說個Hi Hi Hi 你這個人很黑 是嗎? 是呀 全身都是黑色的 不是這樣吸熱嗎? 吸熱嗎? 其實有點冷 現在就會冷 下午就差不多十幾度 我們待會要出去Game Drive 我們就是坐這一格去Game Drive 今天加上我們有四個人 我們現在出發了 但是這個很小聲 因為會嚇到這個動物 是啊 我們現在是我們的家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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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是我們的hi-tea 這個是我們的dinner menu 在吃hi-tea的時候 就已經要加了dinner了 這次的旅程我覺得最可惜的就是 我沒有帶一支長焦它的鏡頭 其實你看我去Game Drive 都不是拍了太多的畫面 因為我的鏡頭是沒有辦法 令我拍到一些很近距離的畫面 所以我建議大家如果去南非 看動物的話 一定要一定要帶一支長焦它的鏡頭 如果不是就會後悔的啦 現在看到的這棵樹呢 是有2000年那麼大的 真的太宏偉了這棵樹 真的太宏偉了 真的太宏偉了 是 然後我們要出發了 我們今天是要有一點山的 要走 這裡真的好漂亮 昨晚睡覺 又會聽到一些動物在叫 在咬哮 然後呢 還會看到那個月亮 慢慢慢慢 有一半變成一個月亮 要讓人看你穿多少衣服 我們現在在山頂這裡可以吃早餐 可以看著河境 你可以看著 去完Game Drive現在吃早餐 這個早餐不得了 我們有Egg Benadates 有這個是 Omelets 還有French Toas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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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錢的全部都 是你給了的啦 對 我給了 然後 我們有Hash Brown 然後他又給了Hash Brown 然後他又給了Hash Brown 這個大笨像 O чувств 然後接下來會看到的畫面 應該是我在Game Drive 這麼多次見到最震撼的畫面 就是我們走車的時候 突然有一隻大象在路的中間 擋住我們要走的路 我們的導遊 他用車的引擎聲 慢慢向他走回路上面 讓他不要擋住我們的路 大象又真的會慢慢慢慢走上去 然後他就會消失 這次真的是我跟大象有時來接近的接觸 絕對比我想像中大的 所以Safari真的蠻危險的 因為周圍也有很多很大的動物 如果我們不懂得處理的話 我想我們已經被大象踩扁了 發現了一堆大象 很多啊 這裡有差不多十隻 現在在這裡是一個河床 它原本全部都是水 但是它乾了 然後地上你會看到很多腳印 鹿啊或者是Hippo啊走過的腳印 我們現在是Lipupu Lipupu 就是老大象踩扁 OK Lipupu OK Lipupu Lipupu 你是王 backed 我還是有大象便 現在是華觀看的人 很漂亮 還有這個飲品和食物 然後在這個山上 零零丁丁會有一塊東西 困住了 是因為這裡以前是一間店 來的 由1954年 到1969年 但是這裡是一個National Park 附近是什麼都沒有的 不知為什麼那個人會想 在這裡開一個店 唯有紀念它 所以這個 是會有一個框